在一个封闭空间内生活35年 每天吃喝无限量供应 身上带的钱也会不断的刷新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吗 大山和哥哥靠着小偷小摸生活 这天就在他们俩分赃的时候 一个佛波勒闯了进来 兄弟俩慌不择路的逃进了楼梯间 佛波勒紧随其后 眼看着二人越逃越远 佛波勒果断掏出了手枪 朝着楼下射击 哥哥痛苦的蜷缩在原地 可佛波勒并没有立马下楼 而是突然像失了神一般 住在原地一动不动 头顶突然响起的爆炸声 让佛波勒时间清醒了过来 来不及多想 挨了一枪的哥哥在不停的流血 现在必须马上送去医院 否则很快便会没命 但走到一楼的他们却发现大门紧锁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继续沿着楼梯往下走 等等 这里不是一楼吗 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往下呢 难道是刚刚记错了楼层 三个人决定继续往下走 但是无论怎么走 这楼梯就好像没有尽头一般 抬头看望不到楼顶 低头看又深不见底 佛波勒不信邪 他把每层楼的门都敲了个遍 他发现每个门都打不开 佛波勒继续往下走 却遇到了始终待在原地的兄弟二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就好像一直在一到九楼兜圈子 佛波勒仍然不信 这次他选择往回走 直到重新爬回九楼 他又遇见了始终待在原地的兄弟二人 三个人彻底崩溃了 佛波勒试着将钥匙扔下楼进行试验 果不其然 钥匙从楼上掉了下来 他们终于意识到 这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楼梯 一到九楼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 而他们则一直循环在这个诡异的环里 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被子弹打中的哥哥失血过多 很快便死在了这个楼梯间里 时间还在流逝 26个小时过去了 背上的弟弟眼面痛哭 而另一边的佛波勒 却发现原本空的售货机 莫名其妙地自动填满了 在这里原有的东西 仿佛都会定时刷新 而唯一流逝的只有时间 镜头一转 小男孩汤姆与家人一同出门游玩 在经过加油站时 不知情的继父 递给了女儿一瓶饮料 而令继父万万没想到的是 女儿患有哮喘 对糖分过敏 起程没多久 女儿的哮喘病便发作了 妈妈赶紧叫继父去取吸入器 可毛手毛脚的继父 却不小心将吸入器摔到了地上 吸入器碎掉了 这可怎么办啊 无奈之下 几个人只好掉头往家赶去 继父猛踩油门 远处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是爆炸声 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原本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 却怎么开都开不到尽头 公路上除了加油站和一个广告牌之外 没有其他的岔路和标志 无论怎么开 他们总会回到那个加油站与广告牌的位置 在无数次经过这个广告牌之后 一家人都崩溃了 执牛的继父决定去探寻一些其他的方向 但无论他怎么走 都会回到原地 时间还在不停地流逝 女儿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这个男人利用空泉水洗澡 只见他将空泉水瓶一个个扎破 再利用水瓶围出一个小浴盆 然后再将指甲刀整齐地摆放成一排 当做镜子 这应该是最奢侈的洗澡方式了吧 墙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得知 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 被困在这里的弟弟每天生活得很有规律 他按时作息坚持锻炼 在无尽的孤独中保持着高度自律 仅仅有条地收拾好所有刷新出来的物品 这样的日子无趣 但也充实 他不想像佛波勒一样颓废堕落 自暴自弃 每天只会用记号笔在墙上涂涂画画 不停地往嘴里塞食物 不停地制造更多的垃圾 不停地回忆自己以前的生活 经过漫长的时间洗礼 两个人早已经话题为有 他们也会聊天 但到最后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而另一边 公路上的情况也是一样 当年妹妹哮喘病发作后不久便死去了 继父和妈妈因为内心的愧疚 终日颓废 每天用吃喝来发泄情绪 而加油站内早已经是一片狼藉 两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当初的小男孩汤姆 并没有跟他们混在一起 而是选择独自一个人生活 他利用加油站 每天循环的衣物搭建了一个帐篷 35年很快就过去了 疯疯癫癫的母亲也死了 此时汤姆早已长大 他与继父一同将母亲下葬 继父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即将不久于人世 就在继父将死之际 继父告诉他 自己刚好想起来过去的一段经历 当年他和好朋友一起乘船渡河 没想到船夫就不小心把朋友害死了 35年 船夫快死时 想起来自己曾经已陷入过时间循环 船夫告诫了他 让他千万不要上一辆红色的车 很显然 继父是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人 就这样在公路上循环了35年 这是一个诅咒 诅咒生效时 人们会瞬间失去记忆 直到弥留之际才会想起一切 接着继父警告汤姆 千万不要上一辆警车 否则你就会跟我一样 再次陷入无限的循环 继父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红色本子 将本子递给汤姆后便咽气了 汤姆草草地将继父下葬后 便漫无目的地走在公路上 没想到路边真的停着一辆警车 难道继父说的是真的 汤姆窝了窝门把手 犹豫片刻后并没有选择打开 回到帐篷后 汤姆平静的内心仿佛泛起了涟漪 在这个无限循环的空间里 这个突兀的变故 对他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没有人能够拒绝 汤姆妥协了 他一把火烧掉了帐篷 来到车前打开车门 但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记忆消失了 麻木地上车之后 他茫然地翻看那本红册子 里面记录的是 抢劫犯兄弟二人的资料 再一看 提前准备好的警符 他脑子里瞬间有了一个念头 我是一名佛波勒 我现在要去逮捕这对兄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咱们也都知道了 他又被困在楼梯里了 无限循环 这个佛波勒被困在楼梯里 整整35年 他的身边堆满了垃圾 在岁月的摧残下 他的精神已经崩溃 身体也不受重负 只能苟活在原地 迷流之际 他突然想起了多年前 在公路上循环的那35年 他也并不是一个佛波勒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喊来了弟弟忠告弟弟 这里一切都是假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去开电梯门 如果你想要解决这一切 那你就只能顺其自然 说完这些话 他同样掏出了一个红色册子 交给了弟弟 弟弟简单地处理掉了 佛波勒的尸体 回头时却突然发现 35年没有变化的楼梯脚 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电梯门 弟弟十分惊喜 就在他想要按下按钮 打开电梯门的一瞬间 他的脑海里浮现了汤姆的警告 面对这个巨大的诱惑 他犹豫了 他原本想自我了断 解决痛苦 但最终 却被求生的欲望拉了回来 求生欲占据了他的大脑 他小心翼翼地 打开电梯走了进去 这一瞬间 他失忆了 手中的红侧子吸引了他 他翻开了红侧子 看着里面的新婚夫妻发呆 再回头望向身边的制服 他明白了 自己是一名电梯服务员 电梯缓缓上升 红侧子上的那对新婚夫妻走了进来 他负责搬运行李 和夫妻一同走了出去 夫妻二人有说有笑 而弟弟则是默默地跟在后面 可突然他的手却不受控制 鬼使神拆地把行李丢在地上 新郎对此很不高兴 他伸手去捡 却被一只突然飞出的蜜蜂遮了一口 这时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没错 无限循环再次开始了